我知道对于各位在座的媒体记者朋友来讲 一直关注一些热点的话题是你们也不会想要了解的 其实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话题时间方便大家更为深入跟真实的了解 冰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性情的人 接下来给各位媒体朋友七分钟的时间 只有七分钟的时间 你们可以来选择问冰冰的一些问题 但是冰冰你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不回答 好的 我们知道明星其实他的生活除了拍戏之外 他的私生活也是要被媒体去追踪报道的 那在这方面的话你会不会很介意记者去偷拍你 我很介意 那如果你看到他真的当场在偷拍你 你会怎么回应他 我会跟他交涉 你不要拍了 如果你还要再拍的话 那我可能就有相应的方式来对待你 就我还是要拍啊 那怎样 报警 新闻链接 2006年10月29号 因为不满被记者抓拍 冰冰冰在杭州小山机场 与某摄影记者发生了肢体冲突 照片当中清楚地显示 冰冰当时所持的相机是以S开头的某品牌 而并不是他今年5月刚刚开始担任代言人的 以P开头的另一品牌 他的这一举动是否会引来上一家的不满 还是个未知数 最近有人会说冰冰的身材突然间发胖 请问是不是怀孕的先兆 因为我现在正在拍一个戏 然后叫苹果 然后我在里面要演一个孕妇 所以可能要吃得胖一点 比较像 那第二个呢 也是这个 为什么有人说我最近有在打记者 其实没 不是说没打 也不是说打了 只不过说你说的这个怀孕的这条新闻 也是他拍的 所以我就 他已经无数次这样子来骚扰我 所以可能再看到他 本来就有 不是下床 其实真的很生气 对 冰冰你好 因为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的整容事件 其实也唠得沸沸扬扬 而且因为你为了证明自己 也去医院做了一个鉴定 后来但是有媒体又说 这个鉴定是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 2006年6月17号 范冰冰在北京公证处的全程公证之下 到中人友好医院做了整容鉴定 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整容美女 但是整容鉴定出来之后 更多的人又在怀疑他鉴定出的真伪定 我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有必要做的事情我就做了 那他们再至于再怎么说 再怎么去搅和这趟浑水 我都觉得都是我 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该解释的 我该做的 我都已经做了 对 这一点我有话要讲 因为刚才在录节目之前 我跟我们节目的制片人沟通过 制片人的一番原话 我一定要说给冰冰听 一见真人就是这么漂亮 然后这么动人 我们记者团当中换作任何一个女人 就算去整也整不成这么好看 太讨厌了 真的天生就是一个这么这么好看的人 我觉得如果说质疑冰冰去整容那种人 最有可能的就是长得很难看的 然后心里心存嫉妒的那些丑女人 我想问一下冰冰就前一阵子报道 说在华裔的庆功宴上 女与张导演喝酒 说过于亲密 有这样有那个报道的那样 说的那样吗 2006年4月12号 华裔兄弟的庆功宴上 有人拍摄到 范冰冰坐在张继中导演大滚香进酒 其动作甚于亲密 范冰冰的个人作风问题 再次沈潇沉上 那天的这些怀疑的庆舰 是非常多的人 大概有七八百个人吧 在现场 我觉得单份是有点头脑的女演员 都不会那么做 更何况我也不笨 对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对那个也是那个人拍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的这个状况非常的不好 那敬酒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我们坐在同一桌 隔一个人 那可能那个人 中间隔的人群 人群出去敬酒了 那我就坐在那里很尴尬 没有什么话讲 而且之前因为导演让我去帮他演录临系 我没有时间就没去 很歉意 所以我就说敬他一杯酒 其实那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真的看不像看到我坐在别人大腿上 对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在那么多人的地方 我也不可能去坐在别人大腿上敬别人酒 我又不是陪酒的 对吗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就 大家让人家会觉得有点白口莫辩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照片出来 我一点他都没拍到腿 你把腿的东西拍出来给我看一看 你才有这样的证明 你只拍了一个上半身 有什么可证明我坐在别人大腿上 我仔细地翻了翻那张照片 我都没有看到我的腿 所以如果是你真的想证明 我坐在别人大腿上 你应该有上半身也有下半身 你应该拍到腿的部分 好 冰冰你好 你也回答了很多问题 我想我们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大家很想了解 你什么时候会公开 你和王学斌的恋情 自从被媒体偷拍到和王学斌 在三亚一同游泳之后 范冰冰和王学斌的恋情 早就浮出水面 但是怎奈当事人却总是一致否认 难道两个人的恋情背后 这有什么难言之言吗 第一 我刚刚讲 我希望保护一下我自己的感情 第二呢 我觉得 还有很多东西不确定 对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 因为我是女孩子 我觉得 对 我一直没有公开我的恋情 所以很多媒体特别生气就写到 难道他出道到现在 都没有交过男朋友吗 其实不是 我交过男朋友 只不过 我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 因为对方是一个 特别老实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给他的压力可能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作为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我不希望 特别地让他不舒服 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有很多的 特别是男女的情感上的事情 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那我觉得如果有一天结婚了 我一定会跟大家报告说 大家我要结婚了 就我觉得不隐瞒 但是我们就是说 可不可以走到那里 我觉得讲的太多了 反而会很影响 各自的情感跟感情 那至于说做朋友也好 做普通朋友也好 做亲密朋友也好 做男女朋友也好 这都是一个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 需要走到那一步 或者到了那一步 会不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如果每天 就都是媒体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绝对是受影响的 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想保护 我自己的感情 保护对方 就是这个原因 谢谢 谢谢 时间到此结束 今天我觉得 让我们觉得非常意外的是 所有的这些问题 冰冰都这么正面 这么坦诚地来回答 相信各位也了解到 冰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觉得刚才在 录节目空档的时候 我跟冰冰还讲 就是不管是媒体朋友也好 还是艺人朋友也好 在相互采访跟做新闻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底线就是 起码的相互的尊重 希望这一点 各位媒体朋友 在今后的采访工作当中 共勉之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开心 谢谢 谢谢